大家好,我是心意 我擅长用美誉提升学生对美的感知力 协助孩子们学会用一双美的眼睛 去发现生活中不一样的地方 上周我接到一个电话咨询 对方提出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电话那边传过来焦虑不安的声音 老师,我家孩子在学校成不了学霸 我想知道,如果把他送去跟你学画画 你如何能够保证让我的孩子成为画报呢 当然,画霸这个词汇是我补充上去的 那位家长原画是绘画天才 每次听到家长问我怎么能把孩子 培养成画家这样的问题 我都会无言以对 我无言以对不是因为 对开发学生的艺术潜能没有信心 而是面对充满功利心的信念系统 不知如何应对 在我看来,做学霸是有代价的 首先,让我们看看什么是学霸 学霸是就是人类能够提出的 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能够回答准确 从而得到高分的一批人 这样的一批人 真的能走出校园后 在实际生活和工作当中 发挥自己的天赋使命 去解决问题吗 答案可想而知 是不一定的 为什么会不一定呢 因为在单选题里面 能够把标准答案选出来 并不代表能够在现实生活中 解决实际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 当处理与亲人朋友的关系时 工作中 当与他人合作时 是对智商 情商 爱商 财商的联合考题 哪里有什么标准答案可选呢 这种状况 尤其在人工智能AI时代 会更加凸显出来 人工智能AI时代 是一个信息差为零的时代 一个学霸拼命在头脑中 存储的知识和技能 会在大数据面前 显得如此单薄 从前那种 靠把别人不知道的东西 打包出售的知识付费 在AI面前 每一个信息小白 都可以轻松得到 所以这个世界 最大的学霸就是AI 他可以不分昼夜的 没有精神内耗的学习 比较起来 人类学霸的意义 已经变得相对模糊了 这样的环境下 内卷 外卷 就变成了一场痛苦的竞争 这样的竞赛 其实没有赢家 为什么没有赢家 原因很简单 因为学习这件事 并不是基于他的喜悦 他的兴奋 他的热爱 他只是在自己学习不好 就不会得到父母的爱的恐惧中 被动地卷入了内卷 外卷的大潮 有些幸运儿 在伤众勇四的赞美中 误以为自己已经成为一个佼佼者 成为了学霸 殊不知 这个学霸身份的底色是恐惧 而不是基于热爱 所以许多人 就会上了大学 开始躺平 或者得了一个高学历之后 就白烂了 因为他去努力 去奋斗 只是为了实现父母的期待 并不是出自自己的热爱 这样的学霸 在他的一生当中 代价就是没有办法 用他所学 为这个世界 为社会 做出应有的贡献 他的学分 转化不到生产力 他被封印了 他会活在内耗焦虑中 无法真正的像花朵一样绽放 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学霸的代价 在艺术学习中 也能折射出来 想让孩子快速地成为一个 画画天才 成功画家 实际上 他的底层逻辑 是想让孩子能替 无法实现梦想的自己 扬名立万 受人瞩目 有些人会更实际些 会直接告诉我 老师 我想让孩子画画 没想过让他成名 只想让他有一个一技之长 将来能有饭吃 这个需求的背后 其实藏着深深的恐惧和焦虑 害怕孩子不成才 害怕孩子在竞争当中 落在人后 害怕孩子未来无法自食犀利 害怕自己的钱会打水漂 在这样的恐惧心态下 孩子在学画的过程当中 就不会是一种基于热爱 一种放松 一种对艺术 对美天然的向往 而是时时刻刻在心里内耗 害怕自己的画 无法得到父母的肯定 无法比同学更出色 所以他在画每一笔的时候 都会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甚至有一些孩子 会恐惧自己这一笔下去 会造成失败的结果 所以他就拒绝 继续探索 展现出黏人 无助 求关注的弱势状态 而这种状态 是一种悲惨的状态 会让孩子很容易 断送掉求学的热情 每当我看到这样的状况 出现在课堂的时候 我觉察到我的心 都是向下沉的 我的能量是向下拽的 而作为一个老师 我最想向孩子 学生传递的 就是一种快乐的状态 一种向阳的力量 我希望每个孩子 都可以带着 欢乐轻松喜悦放松的心情 去画完每一幅画 并且把每一幅画 都当作崭新的一个 对自我的探索 对美好事物的一种表达 这才是学画的目的 这才是艺术 带给我们的价值 透过多年来 我的教学体验 我发现 让孩子成为画霸 也好 画神也霸 其深层次因素 就是攀比 真实的状况是 爱比较的人 内心极其脆弱 虚荣心强 比得过就自明得意 觉得自己天下无敌 比不过就垂头上气 完全否定自己 情绪完全被外界左右 心灵被外物裹挟 比较源自于匮乏 越匮乏 越要跟人比 因为内在的空洞 根本无法支撑生命的意义 所以只好拿外物 到处跟人比 当名利 地位 容貌 家世 财富等等 比得累了 再拿孩子的画 去比 内心丰盛 强大的人 中正平和 不走极端 根本不会跟人比较 所以 凡事向外求 一定要求个什么 霸 什么神的 灵魂都是向下走的 而真正的比较 最好的比较 是跟自己比 是向内求 跟昨天的自己比 哪怕有一点点的进步 都是灵魂的提升 我衷心地希望 每一个家长 都能够在孩子成长的 过程当中 给予孩子真正的 有意义的精神食量 不仅仅是在物质上 提供给他富足 而是在精神上 同时带给他富足的感受 让他没有恐惧 让他没有焦虑 让他用一颗平常的心 去真真正正地 面对生活 懂得用一支平时的画笔 画出这个世界的一切美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